近来,不同的媒体都举办乐坛颁奖礼 当中会见到很多熟口熟面的歌手和音乐人 但你又认识多少诗歌的创作人呢? 陈思哲,由演艺学院毕业之后 投身音乐界,为多位歌手作曲和编曲 包括彭宁、吴浩康、陈奕迅、孙耀威等等 近年成立乐团Emmanuel以马来来 推动原创福音音乐 陈思哲在入行之前还未认识信仰 他分享到创作路上最无方向的时候 就是遇到上帝的时候 我最近名利的时候 反而我的创作能力就迷失了 因为我的心已经不是在想 如何去作一首歌 已经在想如何作一首歌 令我有更多的名利 这样的时候就开始逃失了 其实很惨的 你想想一个创作人 自制的梦想去作曲和做音乐家 但到了一刻 你连这个能力也突然失去了 你自己想转行就不搞了 其实是挺惨的 你这件事好像突然间残废 有点是做其他事去掩飾自己的残废 在人生的低潮 他偶然去到一间全福音的餐厅 一个专业的音乐人被福音音乐感动 也因为这样 记起爱上音乐的初衷 重新执筆 在那段时间 原来作曲这么简单 原来不是… 你不要打算追求名利 你去到最原本 你将自己的感受写出来 就会让别人看得到一个好的创作 那我就一度把我在班教会 听到神的话语 又会有一些… 即将那一刻那几年的感觉 不停地写出来 不停地写出来 很容易的 即是好像如有神座 那些人就算你不信主 都会说 真是如有神座 那真是有神座 真是很容易 将很多歌都写出来 那又有一首… 从2009年开始 那好几年间 我都创作了很多次歌 陈思哲亦监制多张福音专辑 包括《新生命事工》的专辑 《读海遇上爱》 和蔣麗萍的专辑《诗》 其中《大能的手》 和《借借你的爱》 就是由他创作曲词 同样是音乐人 身兼作曲作词人的陆韦峰 曾经创作过一首 广为人知的流行曲 《上帝早已预备》 陆韦峰承认在创作这首歌之后 曾经经历过一段 失去方向的阶段 去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自己不想写 直到是写歌也不想写 因为已经去到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了 或者已经有一个包袱在这里 因为你写过《上帝早已预备》 你会经常想着那首歌 怎样可以再做一首 和那首歌一模一样的歌曲 其实主席跟你说是不坏的 除了创作的樽颈位 一个音乐人创作承受的辛酸 并不是一个普通乐迷可以理解 其实你写流行曲的时候 是很大的限制 譬如你收到A&R 它会寄一些歌词给你 它会告诉你 这些歌曲你要做什么风格 其实已经限制了 然后会给你很多的参照 就是说你是要跟他们的做法 你不是在享受音乐 其实你很多时候是 我怎样用自己想做的东西 而且又要迎合他们的东西 去做一个平衡 其实那件事 你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每一个音、每一个编曲 全部都是计算出来的 陆伟峰分享到 创作诗歌和流行曲的心态 会有不同 创作诗歌很讲求和上帝的关系 需要心灵诚实面对上帝 那个不同是很大 因为你是真是上帝给你的 很多的音 无论歌词 无论是那个melody 其实我写上帝早已预备的时候 我是写那个副歌 就是上帝早已预备 一路弹琴 那个chord一路来 那个melody 根本上是很符合的 同步的 其实是你和神 好像跟你在沟通 他好像在唱歌给你听 好像这些歌本身 但是在天堂上已经有的 他传给你 陆东成是乐团Emmanuel的主音 他跟很多希望投身音乐界的歌手一样 走过一条不容易的路 也经历过很多次的失望 幸好都签过两家唱片公司 就是将会出唱片 但是在将会 好像实现到梦想的时间 又冒了 跑通了 发展下去 但是很失望 在电视机看到很多 可能歌手 你会很羡慕 自己会像他那样 很聪明 很多人不喜欢 但是原来去到唱片公司 看到一些实际的情况 可能是几千个人里面 只有几个人 但是信主之后 陆东成继续坚持 以音乐将人带到上帝面前 走在音乐的路上 虽然有辛酸和知傲 但是三个音乐人 同样希望用音乐见证上帝 他们走在一起 会有什么火花呢 他们就在筹备一个音乐会 希望给乐迷一个新的体验 用一些流行的元素 但是里面的信息是敬拜的 是封音的 可以给一些未认识 未听过封音的人 透过音乐 可能他有兴趣去接触封音 或者觉得歌挺好听 慢慢去了解更多 而有开传的封音 又可以由一些新的元素 可以给一些基督徒 可以用来做祭拜 第一个疯 我真的希望是做一件事 真的很热 我是很疯 好像为上帝一样的疯 就像保罗所说 我们疯狂是为上帝 将我喜欢的音乐风格 将我喜欢的音乐理念 去放在神的话语里面 人家听到的是一首很贴近流行 甚至乎 什么有这么创新的旋律 什么有这么创新的音乐风格 但人家听到的时候 是说上帝